或者是有一群人是 睡觉前会想要保养喝药酒 这些人其实睡眠品质都不好 他会容易入睡 但是很容易醒来 所以如果对有睡眠品质的问题的人 我们都不太建议你睡觉前四个小时喝酒 因为会影响到 因为其实还有一种是 你很饿很饿都睡 就也没有 也很难睡对不对 那像这样的人 我们就会建议真的其实最好的选择就是 喝牛奶 就是牛奶它是 牛奶或是香蕉 这是个真的就是比较 类似天然的助眠剂这样好了 对 会对我们比较有效 不管冰牛奶 温牛奶都OK这样子 对 还是有正确的方法 没错 来我们来看一下状况二 好 状况二就是早餐吃不对 上班恍神没精神 说到早餐了 早餐吃不对 上班会恍神 很多人都说吃早餐很重要 反而是午餐或晚餐不是这么的重要 甚至于晚餐可以不要吃 但是我之前就是因为 我觉得早上起来的时候 因为你不开胃嘛 所以曾经有医生跟我讲说 早餐一定要吃 我试着吃 觉得肚子好痛喔 很不舒服 因为我从来没有吃早餐的习惯 我就一天啊 最 我就唯一的一餐就是晚餐 就是以前的时候 那结果就因为吃早餐不舒服 就不想要吃 因为你会影响到 你又要拉肚子 然后就觉得很不舒服 然后就是精神不济 我反而吃早餐精神不济 直到有一天有一个人跟我讲 他说你 你不吃早餐很容易变老 而且呢 你吃什么保养品都没有用 我听到我整个吓到说 我就开始勉強自己吃早餐 后来我才发现 原来我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什么世界 真的 你才知道你到了那个室外桃园 真的 因为呢 我发现吃早餐 他为什么有患事 有有有 太累了 以前没有吃早餐 他开天眼 他开天眼 可是我发现有比较性的 因为我以前没有吃早餐啊 我会发现说我的体力真的就不是很好 大概到下午的时候很容易累 然后可是吃完 现在都会吃早餐 我只要一醒过来 不论怎么样 我都要勉强自己吃一些东西 我发现我的体力可以维持到晚上 然后我就是活力满满 差非常非常多 光体力这件事情 还有精神的集中度 那你早餐吃什么 我早餐啊 有时候吃一个伯格 然后夹青菜 然后里面一定要有蛋白质 比如说鱼鱼罐头 有时候是鲑鱼罐头 有时候可能就是鸡肉 鸡肉 对 或者是蛋 都还不赖啊 很健康 很健康 很健康的奖吧 对啊 明明就是 什么铁板面 葱油饼 对 不好意思问 因为我都是煮一个礼拜的 比如说那个 就是鸡胸肉 我就烫一个礼拜 然后把它冷冻放在那个冰箱里面 然后起来的时候放在电锅里面 把它蒸一蒸 然后就夹在贝果里面 就OK了 对 因为很方便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是值得赞许啦 对啦 整首是有改变的 你看现在气色多好 真的 对 好 但是银老师 为什么早餐吃不对 上班会晃神 有一些精神上的状态 其实因为就是你的能量不够 能量不够后开始 就是脑部细胞就会缺 缺它的养分这样子 那它的养分其实就是葡萄糖 就是刚才已经说的 比如说那个贝果的淀粉 那个就会转换成葡萄糖 那有一些人 比如说水果也OK 其实水果它虽然甜分高 可是因为它们有纤维 所以它糖分先出来以后 慢慢纤维再出来 所以它没有想象中的 那么快速的血糖掉下来 所以还好这样 那如果说真的要去看一个 这个早餐 我就会建议就是 有时候有些叫东西吃太饱 也会活力不佳 比如说像烧饼油条 有些对我们女生来讲 你知道那一副烧饼油条 吃下来要700多卡 有这么多 再加上一个豆浆 你必要好 那好饱哦 烧饼加油条 对 加上豆浆 有时候大概落在就是700到900卡之间 那几乎是你一天的量 所以为什么有人会觉得 那葱油饼包油条不是更贵的 天啊 葱油饼包油条好好吃哦 好好吃哦 好好吃 然后加点辣椒酱这样 可是不是早上吃 然后一整天会消化吗 对 但是因为对一个女生来讲 那个分量真的太大了 就会对她来讲 她就觉得 她整个早上就要努力地消化那些东西 她就反而会昏昏雨睡 那还有一种我觉得比较不佳的一个 就是美式的早餐 就是松饼 因为你知道松饼 它那个也是全淀粉 然后再抹上这种果酱 其实都是精致的糖类 就会让你的血糖不稳定 那我们中式呢 就是铁板面 就是铁板面 铁板面 铁板面也不好 不好 对啊 就是 铁板面很重要 好 如果你们要吃铁板面 配一个豆浆好不好 因为豆浆它是蛋白质 至少会让你那个比较稳定 你不要铁板面再配奶茶 那真的就是一个很没有营养 然后不只是整体营养 没有对脑部营养也不够足够 铁板面没有人在配豆浆的 对啊 不要嘛 不要配粉面 配牛奶可以吗 配奶茶或配红茶 牛奶也很怪 那配拿铁呢 那也还是很怪 真的啊 他就是配奶茶的 证明 我证明吃过铁板面 我每次看都觉得 为什么有人要点这个东西 那稀饭是可以的吧 稀饭可以 但货费也太少了 地瓜稀饭而已 不会不会 但是要提醒就是 我们有些人 就是它是稀饭 就配个酱瓜 没有那么的好 我配好多酱瓜跟鱼松 不会一直吃啊 还配酱 对 所以就是等于 你至少配个鱼松 因为鱼松它其实会有一些蛋白质 会是油脂 所以还要会 稳定一些 那冠儀的那个贝果也还不错 它其实是最健康 那个最好 那个早餐 其实我是有喝豆浆 我是没有吃东西 可是我有喝一杯豆浆 你想这么再加 好啦 不是 我想再加 我真的有会 我这样配一颗糖啦 不是 糖果啦 对 我就是很担心 你早餐真的吃不对 对健康其实会有 蛮严重的影响是不是 彭医师 其实一定的啦 因为研究有发现 如果你早餐都不吃的人 跟就是很规律 每天好好吃早餐的人比起来 不管是他的记忆力 学习力 或是他的表现 甚至他的薪水收入 都是没有吃的人的两倍以上 相信 对 大家都相信嘛 因为你想想看 如果你早上起来 血糖一定是很低 因为至少26到7个小时 那血糖很低的时候 我们人体正常的这个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下一餐中午的时候 你会突然吃很多 你会很饿 突然很饿吃很多 可是再到中午之间 这个一整个早上 觉得你是空腹的 那身体还是需要能量啊 他就会用脑下垂体 或是我们的甲状腺素 来当成能量的来源 那久而久之 你就会变成抗净 因为你常常去使用 你的甲状腺素 它抗净之后 这个时候你想说 好 我随时随地来 给她补充一点糖 喝一口饮料 对 吃一口饮料 我的意思是说 有人就摆一瓶饮料 然后吸一口吸一口 然后继续做事的 这一种类型 大家应该有很多 那它就会让身体的 因为你糖分 或者是高淀粉的东西 进到身体 它就会启动 胰岛素的分泌 所以它就一直 持续在分泌中 而失去原本这种 韵律性那种规律的分泌 所以你就自己养成 所谓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 慢性疾病的体质 所以对健康的影响 是真的很不好的 老师我有问题 我刚才突然想到 因为像我这样子 我们好像都是睡到 中午11 2点才起来吃 但这个算是早午餐了 因为等于早餐 跟午餐一起吃 那如果说我早上 八点刻意爬起来 吃了早餐 然后吃完再回去睡 这样子让我自己 维持一天吃三餐 这样可以吗 就会不会搞得很累 对 我有试过 所以说所谓的早餐 所谓的早餐 不就是醒来的第一餐 对 就叫做早餐 真的 醒过来的第一餐 没错 所以因为每个 因为工作时间的关系 所以日夜颠倒 但是我们最好 还是原始那个常态 就是一日三餐 照着太阳走这样的生活形态 如果不行 我们就是改变 现代人就是 你起来的第一餐 那就是你的早餐 对 但是我要回来 就是说很多人会 早上没有食欲 像我们在去看的 早上没有食欲 你去看再去评估他一整天的生活 还有心态 他往往都是晚上是他最大餐 那因为晚上是他的最大餐 就会变成他的早上就会吃饱了 因为你知道热量也是要平衡的 所以变成他晚上很多 所以他第二天早上 自然胃口就没有那么好 真的吗 对 所以有些人是这样 我就是这样 我睡前吃得越饱 早上饿得越快 对 好 对 我也会 那是你消化好 没错没有 没有 我不晓得 吃越多就吃 所以参明哥就要回来 看你们家主有没有糖药并食 是这样